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以色列与哈马斯及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局势 这场冲突正在迅速升级 让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岌岌可危 首先 以色列正在全力追捕哈马斯的神秘领袖叶海亚 辛瓦尔 1月31日 以色列突击队突袭了位于加沙地带的一个隧道系统 却发现辛瓦尔已经逃之夭夭 留下的只有一些文件和资金 这位哈马斯的核心人物在策划了10月7日的致命袭击后 似乎成功隐匿了行踪 让以色列的追捕行动陷入困境 同时 周日清晨 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展开了一系列空袭 宣称这是对即将发动攻击的先发制人打击 真主党随即回应 发射了数百枚火箭 局势一触即发 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区域战争 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持续升级 双方都在全力以赴地准备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让紧张局势更加严峻 这场冲突不仅影响到当地 还可能波及美国 伊朗等大国的介入 并破坏在加沙地带的停火谈判 随着局势的发展 国际社会对于这场冲突的关注与担忧 也在加剧未来的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文的信息来源于纽约时报 NY Times CBS News和多伦多星报 The Toronto Star 这些报道详细描述了以色列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军事行动 以及这些行动可能引发的地区性冲突 在今年1月 以色列和美国官员认为他们在追捕哈马斯领袖 叶海亚、辛瓦尔、亚亚Sinwar的行动中取得了重大突破 1月31日 以色列突击队在加沙地带南部的一处地下隧道系统展开突袭 旨在抓捕辛瓦尔 然而当突击队到达现场时 辛瓦尔已在几天前离开 只留下了一些文件和价值约100万美元的以色列谢克尔 这次追捕行动未能将辛瓦尔捉拿归案 而辛瓦尔自从10月7日策划并指挥了对以色列的致命袭击后 就如幽灵般消失 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辛瓦尔是哈马斯的核心人物 他的成功逃脱 使以色列在摧毁哈马斯的战争中难以宣称胜利 尽管此意义对加沙地带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并导致数万名平民丧生 美以官员透露 辛瓦尔已放弃使用电子通信 通过人力信使网络与其组织保持联系 这种通信方式至今仍是谜 另一方面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局势也在升级 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发动了一系列猛烈空袭 称这是对真主党计划 向以色列发射大量火箭和导弹的先发制人打击 真主党则威胁要报复以色列上月 暗杀其高级指挥官的行动 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在声明中表示 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了精准打击 以阻止对其公民的迫在眉睫的威胁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也指出 这些打击是针对真主党准备从黎巴嫩境内 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和导弹的地点 这一系列空袭引发了对更大范围地区战争的担忧 可能破坏在加沙地带达成停火的努力 黎巴嫩媒体报道了这些袭击 但未提供更多细节 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了袭击的画面 但具体损失上不清楚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 在特拉维夫的基里亚军事基地监督了这些行动 加兰特还发布了紧急声明 使以色列国防军能够向公民发布指示 包括限制集会和关闭相关地点 他还向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通报了这次袭击 在美国、以色列、卡塔尔和埃及的代表团 正在开罗举行停火谈判之际 这次袭击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 哈马斯代表团预计将参与谈判 但不直接参加 而是由埃及和卡塔尔向其通报情况 近期 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交火也在升级 真主党为了报复上月一名高级指挥官的被杀 向以色列发射了数百枚火箭弹和无人机 这场激烈的交火威胁着引发全面的区域战争 可能牵扯到美国、伊朗以及该地区的其他武装组织 以色列军方表示 真主党计划向其发射大量火箭弹和导弹 真主党则宣布已对以色列的军事目标发起攻击 作为对上月以色列空袭杀害其一名高级指挥官的报复 这些袭击发生之际 埃及正在主持新一轮旨在结束以色列与哈马斯战斗的谈判 真主党表示 如果在加沙地带达成停火 他们将停止战斗 伊朗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 也支持叙利亚、伊拉克和野门的武装分子 这些武装分子可能会加入更大规模的冲突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上表示 军方已消灭了数千枚瞄准北部以色列的火箭弹 敦促公民遵守防空指示 北部以色列全境响起空袭警报 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也因袭击威胁地关闭 并转移航班约一小时 以色列的国防措施提升 鼓励人们待在防空洞附近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表示 真主党打算袭击北部和中部以色列的目标 初步评估发现 以色列的损失非常小 但军方仍保持高度警戒 约有100架以色列飞机参与了这次空袭 黎巴嫩卫生部报告称 南黎巴嫩的袭击中有两人死亡 另有两人受伤 一名与真主党结盟的战士 在一次汽车袭击中丧生 真主党宣布 他们的报复行动 涉及超320枚火箭弹和大量无人机 目标是以色列多个军事据点 尽管真主党宣称 所有发射的无人机都击中了目标 但未提供具体证据 双方的交火 在上午中期似乎已停止 但局势仍然紧张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表示 总统乔拜登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美方官员与以色列同行持续沟通 五角大楼表示 防长劳埃德、奥斯汀 与以色列防长约阿夫、加兰特 讨论了以色列的防御措施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也在访问该地区 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外交官 近期频繁访问以色列和黎巴嫩 试图遏制升级的冲突 真主党自加沙战斗开始后 即袭击以色列 双方几乎每天都在交火 导致边境两侧数万民众流离失所 真主党被认为比2006年夏天 与以色列交战时更强大 拥有约15万枚火箭弹和先进的无人机 以色列誓言 在全面战斗中进行毁灭性回应 可能摧毁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关键基础设施 伊朗威胁要为其高官在德黑兰被暗杀复仇 而这次暗杀被广泛归咎于以色列 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 特别是停火谈判的进展 对于避免更大规模中东冲突至关重要 埃及计划在开罗举行高级别会谈 中央情报局局长及卡塔尔和埃及高级官员将出席 哈马斯代表团也将在开罗参加简报 以色列摩萨德局长是否出席 因紧张局势上不确定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七七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七七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以色列对哈马斯神秘领袖的追捕行动 无疑展现了以色列在反恐战争中的决心和技术实力 你知道吗? 辛瓦尔这位哈马斯领袖可不是普通的恐怖分子 他甚至被称为哈马斯的本拉登 对于这样一个人物 以色列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值得 毕竟当年美国追捕本拉登可是花了十年时间呢 楚天书 你这么说可真有点夸张了 辛瓦尔确实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但要知道这场追捕行动 已经让加沙地区陷入了更深的混乱和痛苦中 这不仅让数万平民无家可归 更让很多人失去了亲人 以色列这种打岩鼠的策略只能让局势更加恶化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就像打击犯罪不能仅仅靠抓小偷 还得改善治安环境一样 以色列这种方法根本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琪琪,你说的当然有道理 但我得提醒你 以色列的行动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辛瓦尔这样的恐怖分子不仅仅是威胁以色列 他对整个地区的稳定都是一个巨大威胁 当年以色列成功摧毁伊拉克的核反应堆 避免了中东地区的核战争风险 这种果断行动正是以色列生存之道 难道我们要等恐怖分子把威胁变成现实再来后悔吗? 正是这种生存之道让中东地区反而更不安全 你提到摧毁和反应堆的例子 确实有其成功之处 但你看看现在的黎巴嫩 真主党和以色列几乎天天在打 这怎么会让局势稳定呢? 以色列的行动只会让更多的恐怖分子 有理由继续战斗 让更多的无辜人民受苦 要知道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寻求和平 而不是一味地用武力解决 其其我们当然希望和平 但有些敌人是不会坐下来谈判的 哈马斯和真主党的目标可不是和平共处 而是要消灭以色列 以色列的对手可不是什么街头的小混混 而是一群训练有素 资金充足的恐怖组织 你知道吗? 哈马斯的火箭弹几乎每天都在落在以色列的土地上 这种情况下 怎么可能单方面追求和平 而不做任何反击呢? 楚天书 我理解你的立场 但这样的军事行动只会制造更多的仇恨和报复 回顾历史 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不也是战败国吗? 然而 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国际合作 这些国家都得到了复兴 成为了世界的重要经济体 这样的成功经验难道不能应用在中东吗? 以色列应该更注重经济发展和外交努力 而不是一味地依靠军事手段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